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后,一次又一次,我学会了尊重发生的事情 我第一次遇到灵魂的客户之一,她的母亲来找她 她母亲在她小时候自杀了,那是非常爆炸性的 我说,你母亲在这里,她就崩溃了 但那其中有很大的之余,还有一个年轻人 实际上,她因要污果粮而死,那是非常悲惨的 当我在电话中与她母亲交谈时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她母亲在哭泣 她出现了,她说 妈妈,妈妈,我终于有了一份好工作 她在泪水中开始笑,我也笑了 你的工作是什么?她说,我正在与许多年轻人一起工作 帮助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 是他们不在上音 我正在学习如何将更高频率的能量传递到他们的大脑模式中 而不是在大脑的各个血片中留下哪些成瘾的循环 后来,她帮助她的妹妹戒掉了OxyContin 她因为一些严重的疾病而服用它 她改变了她的大脑模式 那是与她的合作 她必须感受到她传递的能量 并选择让他们在她的身体中流动 有点像一个非常潮然的针就是 但她毫不费力地摆脱了那种非常上瘾的药物 另外,对于我自己的父亲 那是美妙的 因为当她离开时,我躺在床上 那天她去世了 她吃我四小时的旅程 我看着她经过 她不断地说啊 谢谢,谢谢,谢谢 最后,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谢谢 她说,因为当你告诉我你所有的经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让我终于相信我可以清楚所有这些三位的困惑 飞香 探索 阅读我相读的任何东西 谢谢 所以这只是一些小例子 说明与灵魂合作如何帮助我们所有人 所以当你真的不确定时 我想推荐这个 你做几次深呼吸 并超缓一道明亮的光 我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金色的光瓶清晰其 或者甚至是紫色的火焰 让拿到明亮的光下来 穿过你的身体 然后用光包裹你的身体 然后看看灵魂 因为如果你有任何黑暗的影响 当你的光边的更凉是它们会消失 记住很多来到你这里或来到我这里的灵魂 是为了帮助它们自己摆脱留下的东西 或者帮助你摆脱它们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也许是某种受害的情况 so